大家是不是经常能听到一种叫做清明菜的野菜呢? 呢,说的就是它 它的学名叫蜀蛆草 就是在清明节前后 确实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野菜 喜欢挖野菜的朋友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它 它的味道确实很香 像有的地方做的清明巴青团子 就是它 而且蜀蛆草 它还是一种要食童源的植物 有着一千多年的药物历史 今天我就把它介绍给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乡亲用咸草 用好形式宝 大家好,我是洪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蜀蛆草 别名清明菜 熟耳草 棉花菜 白头草 它有很多的别称 朋友们,你们那里有这种植物吗? 管它叫什么名字呢? 它是一种全草可入药的中草药 药药价值非常的高 在春天的时候 更多的人喜欢把它挖来当野菜食用 喜欢挖野菜的朋友 建议大家可以到农村的田耿 荒地 路旁去寻找一下 属蛆草 它会开出黄色的花来 有点像油菜花一样 眼下种植采摘的时节 错过了又要等上一年 在我们当地 老百姓都喜欢 把这个熟蛆草采摘回家 淘洗干净之后 放在开水里面 焯一下 然后和糯米粉混在一起 给它活成团 最后做成糯米糍粑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青团子 青明果 喜欢吃甜的朋友 也可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添加一些糖 这样口感会更好 之前更多的人 只是把它当作一种 普通的野菜来食用 熟不知 这熟蛆草 还是一种 药物价值极高的中草药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搜索一下 熟蛆草的价值与功效 在这里不方便给大家多说 在我国的中药大词典里面 就有记载 熟蛆草 它是菊科植物熟蛆草的全草 去除杂质 晒干保存 大家有没有喝过 用熟蛆草和紫苏生姜 熬的汤水呢 关于它的好处 稍后我会在评论区 给大家留言分享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收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 再见